大家好,我是肖妈王小薇 哈哈哈哈 之前我们已经出了两期肖的视频 玄学冲肖和营运营运的玩法 这一期厉害了 我跟你们说,终于轮到我原神威 放大招了,让你们知道 谁才是活服肖宝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看面板 攻击率2200左右,暴击率73 暴伤193,算是准毕业吧 有一些元素充能和60亿的风伤 武器是满金的90级和普渊 然后看一下圣影物 两缝两脚都是 加一个风伤杯 哗,是唯一一件毕业的装备 吸暴击率和34.2的暴伤 用到官服系列 羽毛和攻击沙漏都有20出头的暴伤 算是中规中矩吧 接下来呢,是杯子 我都能猜到啊 这时候公屏上你们打的是什么 你怎么不强化 呵呵,这个杯子但凡有一次强到暴伤 我的总暴伤就能到200了 最后是暴伤帽子 有12.8的暴击率 歪了一次大攻击,也不亏 算是个极品吧 再来看一眼,这个拉垮的杯子 歪了三手充能吧 唉,虽然肖板也缺充能 但我还是希望早点能换掉它 命座是满命 一句话总结 想抽肖的小伙伴 要么一命,要么六命 中间2-5命,意义不大 一命性价比最高 六命快乐疯难 当当当当 重点来了,天赋 一疯能两力拉满 带来537倍率的伤害加成 Q也拉到了11级 平A是7级 一共用掉了公子掉落的材料 孤影是9个 运气还算不错吧 哈哈哈哈 为了留给肖宝呢 老娘我可是忍住 没生耶阳的技能啊 哎呀,真是可怜 替下父母心啊 这时候肯定有肖宝把腰卫了 为什么先来买E 而不是大招Q呢 这么说吧 如果是没满命的肖主 Q-E 主要的输出方式是开大 打装机 满命的肖主 E-Q 开大 打装 E 直接化身快乐疯难 好了好了,说了那么多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一起来看看国父第一肖宝的 真正实力吧 有半年响动吹的风 带走故障内容 谁连动你沉睡的梦 才没有什么 该是英雄那天空 穿越九小时空 等谁来天摇地动 深海里的真把风暴操控 HELLO 一个转身山河裂开 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 没有着重的星星 畏惧的表情打破虚 为了中麦客观 请看我大脑 听光心里听 螺谷惊天气 Yeah 金甲有声音 啊 我是几点大声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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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七点 大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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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们看到视频 伤害最高的数字是多少呢 发弹幕或者评论告诉我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了 为了做这期视频呢 本年我可是辛辛苦苦提前 一个月就会消耍材料打装备了呢 小伯伴 这还不来一波三连吗 爱你们拜拜